我之前提出过一个观点,美国和北约要在乌克兰问题上降温,把枪口转向中国了,最近的几个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个观点。 首先在俄乌问题上,乌克兰警告称,俄罗斯在边境附近几乎完成了部队集结,乌克兰情况艰难。 俄副外长格鲁什科表示,北约非常清楚,如果不接受俄罗斯的要求,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军事技术措施?我们从不掩盖自己的能力。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布雷利,在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时表示,欧盟同意因修订欧洲安全架构。 没错同意了,他话说的挺委婉的,修订安全架构不是一个极不明智的想法,这可以依使所有人满意的方式完成。 如果谈的是这方面,如果俄罗斯的目标在于此,则有必要改变一程,并增加修订安全架构过程的参与方数量。 有意思的是去年12月29日也是他,在拜登与普京电话会议前一天, 方话说俄罗斯对欧盟和北约的要求,是纯粹的俄罗斯议程,是胜利者的举动,因此完全不可接受。 不到一个月在俄罗斯的强大压力下,他这就代表欧洲替美国先贵了。 更有意思的是,第二天拜登又出来讲了的笑话, 大概是说俄罗斯如果深入进犯乌克兰,美国将会实施严厉制裁。 但是如果只是小型入侵,那就没啥事。 在第三天拜登干脆说,西方的制裁虽然会对俄产生毁灭性后果, 但也会对美国产生消极后果,对世界产生消极后果。 看到没?大哥要带头脚械了。 俄乌那边放松了。 压太这边就收紧了。 咱们树立下近期西太平洋地区的动向。 1月5日澳签订日澳呼汇准入协定。 这是日本在美国之外首次签署类似协议。 澳方的军队从此可以在日本基地活动。 两国向着准军事同盟的关系再迈一步。 1月6日美日举行外长与防昌二加二会谈。 日本承诺提升防卫力量,加强对美军的支持。 会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。 称要合作下阻中国破坏区域稳定行径。 1月12日美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卢里亚声称。 美国需要新的立法。 授权总统在台海冲突中掌控兵权。 以便美国政府在中国大陆侵犯台湾时。 能迅速做出反应。 1月13日美军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,还有埃塞克斯号两栖战斗群。 在南海进行包括夺岛在内的联合演练。 1月14日美军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内华达号。 自2016年后首次抵达关岛。 该核潜艇搭载了20枚三叉戟导弹和舒适枚核弹头。 被称为美国海军武器库中最强大的武器之一。 1月15日美军第二艘搭载F-35C战机的林肯号航母,也从美国西海岸基地出发来到亚太。 如果再加上部署在日本横须赫基地的里根号,美国当前中国周边部署了三艘航母战斗群,足以决定一场中小型战争的胜负。 1月16日美军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,从日本长崎佐石堡基地,调至冲盛附近海域。 1月16日据日媒报道,针对台海情势,美日正在讨论共用包括冲绳在内的日本各地的军事设施和军火,确保军火储备不仅能支持最初的行动,还要能支持从美国本土和夏威夷进入日本的部队。 短短是几天,东海、台海、美日英澳同盟,各种热点分支踏来,压太地区的危险悉数直线上升。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,美国还可以表现得很高调。 比如卡尔文森号航母,就故意绕着咱们南沙群岛自由航行。 比如美国以往对战略核潜艇的动向汇目如深,这次却主动公布了内华达号的行程。 比如五大河国刚发布联合声明,美方居然发出了,我们可以把一百多枚核弹头停在你家里都称废牌。 只剩下打和不打两个选项。 或者现实点说,只剩下不打一个选项。 所以俄乌局势目前还不明朗。 但走时却很清晰。 那就是美欧不得不对俄降温,让步。 但对拜登来说要让步也不容易。 俄乌问题现在不仅仅是美欧俄三方的博弈。 环是关美国军事和政治霸权的威慑力。 是关美国对全球盟友们的安全承诺。 是关拜登政府的民意支持率。 咱们就想想去年阿富汗的喀布尔时刻。 美国不管不顾的走了之后。 余震有多强。 所以大哥带头认怂这事。 一个操作不好是容易让盟友起而心的。 因此美国要退也得体体面面的退。 体面到兄弟们看到你还是在带头对抗某种威胁。 还认你当抗霸子。 还愿意跟着你混。 那怎么才能有这种体面呢? 这也就是美国现在正在做的。 在新面做出势不让步的姿态。 继续当前各说各话和插腰互骂的表演。 解牙膏式的释放降火的信息。 在东面在台海制造一个新的为而不打的紧张局面。 转移全球对乌克兰局势的关注。 只要对中国足够强硬。 谁敢说我拜登不是一个有担当敢作为的铁老汉。 要知道中国在拜登意识形态联盟里的敌对排名。 中国对美国的霸权威胁。 美国国内高涨的反华民意。 美国政坛被特朗普带骗的反华政治正确。 都不是俄罗斯能比的。 特别是在美国国内各种问题层出不穷的时候。 拜登也急需用一场可控的国际冲突来转移国内矛盾。 从各种角度。 强大的中国就是必须且最佳的敌人。 最妙的一点是中国经济盘子。 比卖资源度日的俄罗斯大得多。 和全世界贸易研系非常紧的操作空间。 然后就是我们看到的。 美国一边在乌克兰问题上给普京下跪。 一边正在加大对中国的攻势。 以平衡向俄罗斯让步带来的政治压力。 欧洲松口只是一个湿水的动作。 真正的让步还在后面。 那么作为悄悄板的另一头。 中国未来一段时间, 势必会承受更大的压力。 压力来自哪里呢? 主要有三个方面。 其一台海。 就在美国军舰围堵中国家们的时候, 我们的台湾省也是配合默契。 小动作不断。 1月10日台当局与加拿大宣布, 启动投资促进及保障协议讨论。 加拿大开始追随美国入场。 台湾也借此加强与西方国家的捆绑。 展示去中国化的姿态。 1月11日立陶宛经济部长称, 台湾将启动规模为11美元的贷款计划。 为立陶宛包括半导体在内的六大领域, 开辟巨大的机会。 同时台当局每年豪至90万美元。 为邦交国威地马拉聘请美国游说公司, 游说美国政府。 进一步绑定与邦交国及与美国的关系。 1月11日台立, 法院通过2371新台币的, 提升海空战力的特别预算。 再向美国交纳保护费和投名状。 1月13日吴钊谢公开表示, 近年来在情报交换提供先进武器, 或是协助训练台湾士兵, 指引台湾后备部队的现代化方面。 美台一直在提升合作。 1月15日台当局一业界为由, 强行登上大陆渔船并扣押14名船员。 我们可以看到, 台当局现在不只在军事和政治领域玩火, 而是更聪明地伸出更多的触手。 在经济、政治、军事、外交各领域, 深度绑定美国及其盟友体系。 这也让美国以后干预台海事务有了更多的抓手。 同时美国也在以各种方式, 将盟国拉入台海, 试图让台湾问题国际化。 特别是为了拉拢欧盟不遗余力。 前面,一个立陶宛。 后面一个这两天刚跳出来的斯洛文尼亚。 就是两只掉欧洲入举的钩子。 在丁导的钩子汽车沙轿着。